就这边上红灯,我就发现这条路上就已经都没有车了 就这个时候我就发现,我们作为几个路人,好像是看着眼神鼓励对方 一走就走 这个时候会一个大声的打破我们尴尬的 走吧 特别自信有著名的爸爸先生,不要让人家大声都自信 他卷一边走一边,懒撞 他凑了这条路上,他 他 他 像个年轻人看到人公民一个现象,一定会这样 这个死有吃 但你的腿能下一次 我说王子,我怎么这么见 我就想后面那几个人肯定笑我,腻不得了那几个人